加拉太书第二章 过了十四年,我同巴拿巴又上耶鲁撒冷去,并带着提多同去。 我是奉启示上去的,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沉说, 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,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。 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,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。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,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,要叫我们做奴仆。 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,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,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,不论他是何等人,都与我无干。 神不以外貌取人,那些有名望的,并没有加增我什么。 反倒看见了主,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。 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,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,也感动我,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,那成为教会注释的雅各,基法,约翰,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香蕉之礼,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,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。 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,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。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,因他有可责之处,我就当面抵挡他。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,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,急着他们来到,他因怕凤割礼的人,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。 其余的犹太人,也都随着他装甲,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。 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,与福音的真理不合,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, 你既是犹太人,若随外邦人行事,不随犹太人行事,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?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,不是外邦的罪人。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,乃是因信耶稣基督。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,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,不因行律法称义。 因为凡有血气的,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,却仍旧是罪人。 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? 断乎不是。 我素来所拆毁的,若重新建造,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。 我因律法,就像律法死了,叫我可以向神活着。 我已经与基督同顶十字架,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,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,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 祂是爱我,为我舍己。 我不废掉神的恩,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,基督就是突然死了。